绿灯通行 汽车 机车陆续行驶而过 这时临停路边的小货车打了方向灯 准备要离开停车阁 疑似没注意到后方来车 突然砰 耗大一声直接撞倒一辆双载机车 还好对象驾驶早早发现立刻闪开 才没有碾伤两人 现场任性民众进行交通管制 其实倒在地上 没多久紧销来了主意检查他身上的伤势 最后送上救护车一路鸣笛送往医院 我已经打翻一下灯打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要开出来了 然后就从里面要出来 我听到声音而已啊 蹦一声这样 对啊 经常都没看到 因为没看到怎么骑就对 因为在工作啊 你听到声音才出来 这起车祸事件发生在22号上午11点多 花蓮中华路附近 证明驾驶小货车19岁理性女子 要出门买东西 结果车子才刚开出来 和载着妻子69岁成性骑士发生碰撞 警方调查发现骑士五兆上路 因为这场车祸意外曝光 没有驾照的秘密 这回不止自己受伤 连妻子身上多处擦挫伤 依照道交条例第21条规定 无罩驾驶可被处新台币 六千以上至一万二以下的罚款 不过罚钱事小 若造成严重意外后悔 也来不及 台北新闻高中 王思春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